歡迎收看股市藍海 昨天的大盤沒有什麼漲 對不對 讓我們看看 昨天的大盤一度的往上衝高 但是隨即往下壓 然而在這樣的格局裡面 我們昨天給大家報告的 兩檔股票其中之一 一檔叫做朝天交辣交 有沒有穩穩的把我們的觀眾好朋友 以及我們的會員好朋友們 都鎖在漲停板的裡面 有沒有把我們所有的幸福 還有利潤都鎖在漲停板的裡面 而且昨天的節目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我們在盤錢的時候 只給大家報告兩檔股票 一檔今天大漲 一檔穩穩的鎖住 漲停板 其中一檔就是辣椒嘛 然而你有沒有發覺 昨天收完盤之後 當辣椒再度創下了第二支的漲停板 之後整個市場大家都在講辣椒了 但是我們是在昨天開盤之前 就給大家報告 所以我們都怎樣 都還有相對的低檔可以買啊 在昨天的盤錢 在昨天的盤錢 詹姆老師給大家報告辣椒的時候 他在開盤的位置不過在109塊 隨即給你拉到了113.5 有沒有4.5塊錢的空間 都送給我們所有觀眾好朋友 有沒有你看完節目 竟然去買的你都可以現賣 現賺一根漲停板 然後等到收盤了 整個市場又開始瘋了 我們的朝天椒有沒有又落翻了全台灣 有沒有其他的同業也紛紛的覺得 哇原來辣椒真的會飆沖啊 等一下開盤 就會有人來幫我們做一個抬轎的動作 唯有走在前面 你才可以享受事後的收割 唯有事前的佈局 你才可以享受事後的獲利啊 有沒有太棒了 有沒有全部的人都賺到了 等一下Jumbo老師再給你分享說 憑什麼我們可以走在這個市場的第一名 憑什麼Jumbo老師可以帶你領先市場 領先法人 我們來舉例所謂的物聯網的部分 之前Jumbo老師給你報告的 一個主軸叫物聯網 這個部分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然而我們藉由物聯網 只選出來的四檔股票 這四檔的股票 相信大家也都一定還記得 因為每個人也都有賺到了 第一檔我幫大家所選出來 叫做橋頂雲端之網 你的物聯網一定要可以上網 並且在上面有辦法做運算 和儲存的工作嘛 橋頂雲端之網 我們給大家報告的時候有沒有現買 現賺一根掌聽板 我們的會員真的好幸福啊 當天就有利潤 而且股價都在相對低檔 從這個地方進場去佈局 先賺一根掌聽板 隔天又大漲 並且大漲還知道要賣啊 有買有賣才是賺爭錢啊 有沒有到了528的這一天 真的是太幹太棒了啦 good啦 都有高點可以出啊 有沒有都有相對的利潤 可以讓你放到你的口袋裡面啊 有沒有短短的幾天 黃金又可以搬到我們的金庫裡面去放著 藉由一檔股票一買一賣之間 就可以創造出來 這是我們講的四檔股票其中的一檔 再來看第二檔 第二檔叫做深科 我說他是做2.4G的射頻晶片 相信大家也都還記得 當他K棒還醜醜的時候 我們帶著我們全國的會員好朋友 竟然去做出一個佈局的動作 有沒有 沒有多久的時間 這個這一顆深科真的是好猛啊 直接開盤掌聽鎖到最後 有沒有太棒了 有沒有跟我們昨天的辣椒 一模一樣的情況啊 並且一樣油賣油賣才是賺真錢嘛 到了526的這一天 有沒有又是差一點點就掌聽板 藉由這股票的一賣一買之間 利潤不是又創造出來嗎 然而油賣油賣才是賺真錢嘛 我們在把它賣掉之後 利潤不是又放到口袋裡面嗎 這才是賺真的啊 而不是手邊給你講一大堆的股票 物聯網所有的股票都給你報告 我說那就沒有意義嘛 我們只給你報告這四檔的股票 有沒有檔檔噴出 講完了前面兩檔 我們趕緊來看第三檔有沒有噴出 第三檔叫做盤移嘛 一樣在K棒醜醜的時候 就要知道進場做佈局 因為隨即不久啊 它就會開始噴出啊 當你的選股 你所挑選出來的股票 每一檔都是標股 當你知道整個族群裡面 拿幾支股票是要進場去做佈局的 並不是每一個物聯網都可以買 要買的是什麼 最彪悍的嘛 因為我們手邊的資金就一套而已嘛 我們沒有辦法買十幾檔的股票 所以全國的會員好朋友 一起來幫John Paul老師見證 我們在同一個時間點裡面 有幾檔股票 頂多就是四檔 不會超過五檔 你才有辦法檔檔中壓 你要知道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John Paul老師幫大家 所挑選出來的股票 就這麼幾支 所以你每一檔 你都可以買個夠 買到爆 之後往上噴 你就可以賺到爆 盤移523漲停板 有沒有 到了526 放了一個架回 它再漲停板 到了527的時候 哇它又是一根漲停板 到了528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有買有賣 甚至於我們還在節目上給你講說 該賺先賺一趟 讓你先獲利放口袋 先跑了啦 有沒有有賣有賣 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出在什麼地方 等開盤之後 你也可以跟著出不是嗎 那麼這樣子一段 有沒有真的太棒了 我們又藉由物聯網其中的第三支股票 又賺了 Wonderful啊 然後除了這三支股票之外 這三支都已經非常非常的飆悍 並且我們黨黨重壓之外 我們來聊聊第四檔的股票 因為這樣的股票 你印象更是深刻啊 這支股票叫做3529的力望 我說它強悍的基本面 大家都還記得嘛 它是供應IP的授權為主 晶片裡面的IP 它可以讓晶片的這個使用者 省光照的費用 而且可以加速晶片的生長 並且導入了驅動IC電源觸控 幾乎叫做通殺 最重要的來了 它的毛利率幾乎等於100% 你看它賺錢的能力有多強 並且它是不是真的有賺錢 去年盈餘就創了歷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再創單季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爆發性的產業中的前段 還是末段 這有差別喔 它去年創下了歷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再創歷史新高 代表它是前段的這個產業嘛 所以我們佈局的是前面的產業 事後它的爆發 你才有辦法享受到它的利潤 並且我們是在什麼時候 就發覺到這樣的個股 你看這個 民國100年的622 到民國103年的1月6號 它整整盤整的18個月以上 不會有人下重金去佈局嘛 但是John Paul老師幫你抓到了 來幫我拉近一點 在去年的8月份的時候 偷偷的元大這一間的分公司 他已經偷偷在吃貨 John Paul老師也幫你抓出來 元大 去年的時候8月12號 一直到1月9號的時候 甚至於他每一個月買幾張 我都跟你講 總共買了890張 均價在75塊錢的附近 也就是去年他還沒有漲的時候 元大這間分公司買了6675萬 請問你 股價不會漲的時候 為什麼元大這間分公司 要買6000多萬 一定是看到了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一定是跟我們研究團隊 帶回來的第一手資料 有雷同之處 John Paul老師幫你抓出來 唯有事前這些跡象通殺 通通都抓出來啊 不僅僅是他的基本面 不僅僅是他的獲利面 連他的籌碼面 John Paul老師都要把他抓出來 我才覺得這樣的股票 可以帶我們的會員朋友進場去買 我相信唯有認知的夠多 對一檔的股票你認知的夠多之後 你才可以壓的放心 對於他股價的走勢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在洗籌碼嘛 什麼時候往下壓是你進場的時機 而不是你要趕快跑的時機 你認識的要夠多嘛 然後我們替我們的會員朋友說 這個報告的股票 也包括了我們把它公布出來 給我們的觀眾好朋友 報告的股票有沒有太棒了 體質內容爆發性都是一等一的 來繼續看下去 今年在他狂拉的時候 他也是共襄盛舉 而且還加碼了5億8千多萬 我們來看他的籌碼的集中度 除了元大之外呢 我們來看這一間的分公司 他的總股數為76,832張 然而董監事家大股東的持股比 就高達了18.29% 所以他流通在外的張數 只剩下62,780張 但是你看外資啊 在今年原本才2000多張 突然之間給你暴衝到了16,700多張 自營商近期還在增加當中 換算成持股比率叫做21.79% 自營商有沒有我們講完之後 我們發覺到這樣的一檔標股之後 自營商也來共襄盛舉啊 他也給你狂買啊 買了7.76% 投信也來共襄盛舉 他持股比率為11.3% 所以所有的三大法人合計起來 持股比為40.85% 再加上大股東的這個部分 總共持有在這些法人 和公司派的手上 就高達了59.14% 代表什麼 代表接近六成的籌碼 都在他們的身上 這是不是叫做聯合索丹的股票 所以當他進擊之內在震盪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一個觀念 找買點啊 當他往下壓的時候 籌碼六成 60%都在他們的身上啊 會讓他暴跌嗎 或者是他會再拉一波 你很清楚這個答案嘛 你很清楚的這個答案 你擁有了這樣的訊息之後 你當然可以知道 你該做的動作是什麼 所以當我們把這樣的一檔股票 給我們的會員朋友報告 給我們的觀眾好朋友 一起來分享的時候 有沒有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 有沒有520這一天漲停板 521漲停板 522漲停板 523又給你噴出去 然而到了300塊的時候 有買有賣才是賺真錢 我們請你先賺一趟之後 之後的壓回啊 在他狂漲暴漲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John Boe老師 在節目上面給你報告 有沒有每一個人都賺到了 請你先賺一趟之後 有賣有賣才是賺真錢啊 往下壓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避開啊 然而避開之後 有沒有又浮來了 從300塊跌到265塊錢 你可不可以進場 做出一個佈局的動作 有辦法再高高的賣 你們才可以滴滴的接啊 有沒有大家都賺到了 有沒有我們的觀眾好朋友 都可以滴滴的 把它可以接回來 今天有沒有再給你噴一根漲停板 籌碼都還在 你說它的股價終究會往哪裡跑 相信你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之前物聯網沒有賺到的 如果你對於個股的認知 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訊息的話 歡迎你利用廣告的時間 把電話給撥通啊 因為我們端午節過後 會有一個大菜要開始推出啊 之前沒有賺到了 我說沒關係啊 想要玩大的廣告的時間 請你把電話給撥通 下個階段我們來聊聊4946的辣椒 導播進廣告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道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道 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你不是有賣 你不是有賣 別靠父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業核心 要靠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要靠海洋都心 2625 8880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 專業 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 專業 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股也是來用 好 相信大家都記得 我們在上個階段的時候 怎麼做3529的力望 我說做一檔股票 你知道的 你的邏輯 你要接收到的第一手訊息 一定要領先整個市場 你才有辦法在整個市場 開始發瘋之前 領先做出一個布局的動作 好比我們4946的辣椒 昨天開盤之前就給大家報告 有沒有每一個人開盤之後 都可以進場去買 有沒有我們講完之後 這個市場又瘋了 到了昨天辣椒再度的攻上 第二根的掌停板的時候 突然之間整個市場都有辣椒了 但是誰在昨天開盤之前 就給大家報告 相信你很清楚 在講辣椒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對觀眾朋友有多疼愛啊 看這個 這個資料叫做台灣5月火力全開 5月16號的時候送給大家 裡面有沒有 常有 義航 南茂 如新 陽城 建設 並且這樣的一份資料 八檔股票 八檔都噴出 代表你隨便買一檔 你都一定賺錢 除了賺錢之外 那還不算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支股票叫如新 就是星球崛起嘛 5月19就噴出了 5月29 昨天的時候再給你供到掌停板 而且是創下了歷史 也不是歷史啊 近期的波段新高 16號在這裡 有把資料給拿到了 你怎麼賣 你都一定賺錢 你並且才是打完了 近期的底部之後的第一根啊 有沒有這份資料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當Jombo老師 有下一份資料 要送給大家的時候 代表你一定要來拿 這樣好嗎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賺錢嘛 好比建設 當時在101塊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報告以來 有沒有 開始 狂張 猛噴 而且什麼時候賣都跟你講喔 當時最高點 已經來到了117 有沒有這支股票叫做常有 519就給你噴出了 527再給你鎖漲停 528再給你噴一次 有沒有來到的相對高檔的這個位置 都可以讓大家出 你怎麼賣 你都一定賺錢 不是嗎 浮來了 Fly啊 往上飛啊 又好比南貿 523漲停板 526再衝一下新高 527再給你強勢噴出 有沒有又是一個波段的 漲浮出現 再看下去 這支叫做一行 521漲停板 522再噴 523再噴 526還差一點給你漲停板 有沒有真的是太幸福了 又是一個波段的漲浮出現 也包括了陽城 519噴出 520再噴 522再噴 523就開始直接給你漲停板的姿態往上攻 524 526啦 再漲停 527再漲停 526 到了528的時候 請你獲利放口袋 有沒有又是一個波段的漲幅出來啦 真的是Fly啊 有沒有裡面講的股票都在這一份資料裡面 台灣5月火力全開 有沒有把資料給拿到手的好朋友 每一個都賺到了 太棒了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來講 我們昨天給大家報告的兩檔股票 第一檔股票叫做網通知網 昨天我們現買現賺一根漲停板 熊本老師開牌給你看 他不就是5388的中壘嗎 然後我們昨天現買現賺一根漲停板之後 今天呢 他也是小漲喔 並且他近期之間打出了一個漂亮的微笑曲線出來 小贏啦 小噴啦 也是一個小確幸啦 然而昨天只講兩檔股票 一檔叫做中壘嘛 另外一檔叫做什麼 直接開牌給大家賺的 4946的辣椒 有夠辣的啦 我說啊 手遊的這個系列啊 在2012年的時候 整個市場的產值叫91億美金 去年為122億的美金 然而台灣的這個部分呢 有一千萬的手遊的市場 Android系統的佔八成 iOS的就是蘋果的系統佔兩成 2013年的台灣的這個產值為60億 今年預估為100億 然而辣椒呢 在今年的上半年將會推出15款的遊戲 而且第二季推的會比第一季多 代表它第二季的營收 照理來講會比第一季來得好 所以未來是成長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再來 我們都知道 暑假的概念股啊 包括的星象已經漲翻天了 至冠也已經飆起來 更不要說是智威到昨天還在創下新高啊 然後這幾檔的股票都沒有辣椒昨天來得這麼強悍喔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市場上 昨天開盤前給大家報告之後 整個市場又開始瘋狂了 我們的朝天家又開始蠟翻了全台灣 所有的人又開始有了辣椒這支股票 每個人又在節目上面給你報告 但是我們走在人家的前面 等一下開盤這些同業或者是其他人 會不會來幫我們做出一個聯合抬教的動作呢 我只能說歡迎光臨啊 謝謝你把我們抬得越來越高 讓我們的股價浮來浮來一直往上飛啊 朝天驕 當時John Paul老師還給你講說Q1的合併營收 成長了16.2% 528的這一天就跟你講說浮來囉 要你注意喔 然後你529開盤不就可以買嗎 辣椒 目前有全民打棒球2 跑跑小廚師 鋼檔 Freestyle 然後他目前和玉郡 運起科技 有這三款的遊戲做合作 工程掠地 蒸氣之城 霸王 煉機 然後這個部分叫做過去 我們來看他的未來 他目前和韓國有合作一個子公司 到底這樣的子公司 有沒有辦法帶給辣椒一個很棒很棒的營收 特別是有沒有辦法直接在第二季 就可以讓辣椒的EPS 有一個很棒的收入呢 如果有的話 他第二季會不會有一個暴衝的動作 如果會的話他的股價會不會跟著飛 還有 他和一個國際的大廠 叫做Score Ethnex 的這一家的大廠做合作 這一家的大廠 如果你有在玩電動 你一定知道 勇者鬥惡龍 還有Final Fantasy 這樣的兩款賣翻天的遊戲 他跟他做合作 你說對於未來的營收會不會一樣有一個爆發性的成長 再來他有一個辣椒卡 辣椒卡 絕對不是讓你去吃麻辣鍋用的喔 我們都知道阿里巴巴有推出一個東西 叫做現金流 線上的現金流 這個部分 張某老師 明天的節目會再給你講 你只要知道 我們的辣椒 昨天開盤 大家都還有低點可以進場阿 之後有沒有穩穩的把我們的獲利和幸福都鎖起來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歡迎同業一起來幫我們做出一個抬轎的動作 等一下電話撥通 張某老師會在線上等待你的來電 什麼時候該進場 我都會跟你講 這樣好嗎 我是大海 祝大家財富都能多得向大海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Check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Do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謝謝 我真的是 有時候會和你思考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细致行政中心最畅销景观宅 万平树海千平校园 48平60平86915777 康 捡去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围离 加上我们和土地之间的情感 到顶做 让我们的台湾更漂亮